新加坡台灣旅遊展日前開幕 集聚台新兩地旅遊業者共同參展 觀光局特地安排 來自台灣的福爾摩沙馬戲團 展現高難度的特技表演 現場也提供道地芒果冰 大力推廣台灣藝術文化和美食 也希望雙邊旅遊人數能持續成長 台灣的人數都有成長 所以到去年已經差不多要43萬人 而好消息是今年前三個月 按照最新的統計 在去年這麼高的基礎上 在成長的幾乎百分之6.4% 去年雙邊的旅遊人數是85萬人 我們希望今年突破100萬人為目標 觀光局今年大力推廣小鎮漫遊 此次參展的旅遊業者 把台灣各鄉鎮特色作為宣傳重點 盼遊客能夠清零台灣 感受小鎮風情的魅力